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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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早上好 先给各位观众老爷 衣食部门们请安 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Bilibili中间建部门的真人 然后我在B站里是负责BFS Bilibili Fire Assistant的维护开发 还有周边的一些产品的开发和维护工作 然后同时还会负责一下 Bilibili内部的一些CICD分布式编译的一些工作 还有一些大仓库的一些工作 然后今天就会跟大家稍微 首先是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们公司的一个二三式 里面会讲一些 就是现在在B站里面用的两个工具 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服务 还有一个是一个真正上线的一个服务 然后后面再由雪松老师给大家讲一下 他自己的一个A star和里面的一些经验 首先在十年前 十年前我司刚刚成立 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多的 包括现在的一些公司都很喜欢用一些 比如说PHP、Python、Nord.js 一些动态语言 去来支持自己的一些早期的业务 其实用动态语言还是挺好的 开发起来简单 速度也很快 非常的好 但是动态语言 就是它的代码质量开发的水平 可能不一定要求得那么高 所以我来到B站以后的第一个任务 其实就是把我们的PHP改写成狗浪业务 然后当时看了我们的 当时的PHP的代码以后的感受 感觉是这样子的是吧 动态语言一时爽 代码重构火当场 其实当时的B站呢 PHP的质量呢比较差 因为早期的时候我们 我现在还是一个个人网站 所以当时的代码就比较随意 然后整套系统是做在一个 单体的一个软件里面 我们当时号称这个软件是一个全家桶 这个全家桶里面 我们所有的业务都在里面 比较恶心 所以早期的我们B站的服务质量也是非常的差 所以当时的观众老爷 给我们公司一个绰号 叫小破绽 小破绽 但是随着我们B站的规模越来越大 然后现在还上市了 如果还是个小破绽 就十分的不适合 所以我们开始用GoLang 来进行我们的一些服务的改进 包括一些微服务 来稳定我们的业务 通过这些改造呢 其实也获得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然后GoLang本身呢 也非常的简洁 它是一个带GC的一个语言 然后同时还提供了那个 GoLouting和Channel的一些功能 很方便地可以实现一些那种 一步的一些操作 但是呢 随着我们的业务越来越大 规模也越来越大 也出现了一些GoLang 无法支持的一些情况 所以呢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B站的第一个Red服务 是吧 是我们的一个remote cache的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呢 是我们公司内部的一套 一个Cache的一个服务 首先在具体介绍这个服务之前呢 我先要介绍一下它的一个上下文 首先在我们B站内部呢 我们的整个整个的一个代码库 并不像普通的一些公司 可能是一个项目一个库 而我们是一个大仓库 就是我们按语言 把所有相同语言的一个业务代码 放在一个仓库里面 然后同时在里面还会再封装一些 比如说同一个语言会用到的一些 比如基础库啊 第三方的依赖啊 放在一个库里面 这样子呢 所有的业务都放在一个库以后呢 整个库的体积就会非常的大 兵役的时候呢 兵役时间也会花很多的时间 这样就需要做一些优化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用到了两个工具 一个是Battle跟Grabble 通过是两个编译工具 通过这两个编译工具 它自带了一个remocache功能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做到 在一台机器上编译以后 如果你下次编译换了一台机器 这样子你可以再重新利用到上次编译的一个中间结果 而继续编译 这样子就可以加快你的编译的一个速度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叫PRO的一个分布式的CICD系统 它是构建在K8S上面运行的一套系统 来进行我们的一个分布式编译的功能 通过上面两个 三个工具 就可以来加速我们一个大仓库的编译的效率 但是呢 大家也看到了 首先中间一个工具Battle跟Grabble 它需要上传我的一个中间产物 这样就需要我远端有一个服务 可以兜住我上传的一个结果 然后下面一个工具以后呢 它会把你的一个编译分布在一个很多的 一个K8S的一个集群里面 就会同时有大量的请求来请求你 这样子呢 我们就需要有一个remote cache的服务 可以来兜住所有的CICD的一个cache的一个请求 同时呢 因为我们使用了Battle跟Grabble 所以在办公网里面 很多的开发也需要去访问我们的remote cache的服务 来进行编译的一个编译cache的一个请求 所以对我们remote cache服务呢 其实是一个很重的 但是在我们的早期的时候 因为一些历史原因 我们早期的时候只有一台服务器 同时呢 同时呢还承担每天6000QPS的一个 平均5-6000QPS每天的一个请求 然后每天的量呢 大概是3TB的量 而且每天还会不断地 就是一个库它一天编译以后 它的这个单次编译的大小 还会每天不断地增加 所以对我们的remote cache服务 压力还很大的 但是当时只提供了一台服务器 所以我们当时就得想办法能快速地解决它 所以我们当时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一个K5S的一个叫 Greenhouse的一个开源的服务 但是呢刚开始用的时候还挺好的 但是在后来发现 它已经不太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 每天上传的Cache量会比较大 同时呢它也没有进行一些压缩 然后它磁盘的GC量又比较简单 它的GC量就是你设置一个法指 就比如说我的磁盘用到了95% 然后我开始做一些清理 然后清理到80% 然后停止 但是我们的Cache呢比较多 而且你的编译的产物会存在一种情况 就是并不是说我一个Cache 比较老的Cache就比较没用 新的Cache就比较有用 其实会存在有些开发的Cache 可能多次提交以后 早次之前提交几次的Cache 可能并没有 并不会 就提交一次以后就不会再使用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加强大的一个GC的功能 会比较快 然后还增加了一个基于布尔过滤器的一个磁盘的一个GC 然后同时呢 在K8S的Grehouse里面它是只支持Greble 然后我们在这版里面让它支持 K8S里面是只支持Baddle 然后我们现在让它支持Greble 然后一开始上线的时候这个效果也是非常不错 但是后来它还是出现了一点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CPU的负载是很高的 在这种高负载下 它还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内存会内存泄漏 所以它就砰炸了 然后我就批零了 然后我就被扣工资了 然后为什么它会出问题呢 其实就是我们当时用的那个CATG的那个算法 在狗浪里面用的是它的一个CGo的一个版本 CGo呢 虽然是CGo 是带了一个Go 但是它并不是Go 在狗浪里面CGo和Go其实是两个部分 也就是说 你在简单地说 就是在狗浪里面 和C的那个部分 其实是在两个不同的一个世界里面 你在实际用的时候 你需要把C的部分通过一次转换 转换到狗浪 然后狗浪其实本身也不太理解C的部分 它也不知道这使用的C的部分如何去清理 它只是简单地去调用一下 所以这里面会存在一些很不安全的因素 同时狗浪里面的debug的工具 也没法看到C里面的一些内容 所以就很难去做一些debug的工作 而且因为C跟狗浪里面还需要做成转换 其实里面也有开销 所以性能也并不是很好 所以在很多的时候狗浪工程师对Cgo 其实是避之不及的 所以在当时我就考虑用RECT 来把这个服务给重新写一遍 这样就有了Greyhouse RC 然后Greyhouse RC它是用RECT来写的 然后当中还用了一些VIT的一个库 然后和PinkCab写的一个普罗米修斯的库 这样它使用以后呢 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 在我们整个上班日的一个时间段 CPU就比之前的明显低了很多 然后内存的消耗也非常的低 是吧 一战成名 然后我就稍微简单地对比一下 狗浪和RECT 虽然这两门语言完全不一样 一个是一个DiveDC的一个语言 一个是一个静态语言 其实没什么可比性 但是我们可以从语言的层面上来对比一下 狗浪这个语言它比较简洁 它没有范形 它没有眉矩 它也没有红 昨天老师介绍的很多东西它都没有 它真的是个很简洁的语言 这个性能也没啥可以比的 一个DiveDC的语言 怎么能跟一个静态语言做这个对比呢 所以RECT的性能特别的好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狗浪里面 你要做一些SIMD的一些优化会比较的恶心 因为你必须要在狗浪里 你必须要先写一段汇编 然后在狗浪里面再调用这个汇编 这汇编呢又比较恶心 汇编本身就比较恶心 但是狗浪的汇编更加恶心 你必须要用PRIME9的一个特别的格式去写这个汇编 所以就彻底没有写的这个sinch了 而在这个RECT里面呢 你可以用RECT里面的一个核心酷 来进行SIMD的一些操作 这样的一个好处呢 你就会发现在RECT里面 就有很多关于SIMD优化过的一些酷 比如说CRC32的一些酷 它的速度就会非常地快 好 这样子呢 经过这一章呢 我现在就比较任何RECT这门语言 特别是在性能上面 所以在之后呢 我们又遇到了一个服务 就是我们的缩略图服务 巧了 我们B站也是用RECT来做这个图片处理的 但是我们跟阿里巴巴又有点不太一样 我们的这个缩略图服务呢 它的主要的任务呢 就是把我们用户上传的一些图片 包括什么PNG以及PE及WebP的图 把它经过一些处理 就是什么伸缩裁件 然后最后转成我们的WebP的图 然后给用户做最后的展示 但是大家注意到这个裁剪伸缩 这里是用了C-GO 它把一些比如说 用到的一些基础库进行一些拼装 来做上面这些图片的处理 但是提到C-GO 是不是 有种拨详的预感 对 然后也出事了 是不是 就是 现象跟之前的那个完全类似 也是相同的 这个 负载很高 在高负载的情况下 就会发生内存泄漏的情况 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 把高负载的C-GO全部换成REST FFI 然后从此把这个业务给重新写了一遍 然后当时我们先完成第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先写了一个缩裂图的一个库 写这个缩裂图的库 其实当时是看了很多 比如说引直的一些REST的一些库 比如说什么Image RC 但是Image RC里面并没有提供一些 SRMD的一些优惑 所以在性能上面 虽然这个库能用也非常好用 但是在性能上面我们可能不太认可它 所以我们就需要把一些 现在市面上用的一些比较专业的一些 比如说你处理WebP 用了Level WebP 然后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基础库进去一些包装 然后一般包装的时候 基本上起手式 大家都是用Bending Generator 去做一个用这个工具 简单地写一下 就可以自动地去把一个 D++的库进行一个封装 但是呢 这样简单一下封装 其实在对封装后 进行一些逻辑上的包装 很容易就把这个任务完成了 但是这里面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你把比如说我们的PNG GPE及WebP 你包装好以后 你需要把这几个库的N-SELF 都是N-SELF的接口 你需要把这些N-SELF的接口再组装起来 形成你自己的逻辑 但是这些N-SELF的东西是比较 在REIT里面是你需要花一些精力 去自己做一些处理的 REIT本身并不能保证它的安全性 所以这里面就需要你花很多的脑 去把这里的东西给整合好 所以有没有更加简单的方法 可以把这里做得更好呢 所以我们当时想到了一个偷懒的办法 就是在WebP里面 它的库代码以外 它会提供一些example的东西 在这个example里面 它有一个叫C-WebP的一个命令行工具 这里面包含了一个PNG 转成PNG JPEG等等的一些图片 转成WebP 同时进行一些缩略裁减的一些工作 所以这里面存在一些相关的一些C的代码 我能不能把这些C的代码能尻到我的项目里面 同时再把它去做一些rest的包装 当然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就把这些C的一些代码 放到我们的项目里面 用Band的工具 在对封装好的这个部分 再去做一些代码生成的一个工作 这样子就把我们的一个库基本上就给写完了 所以也非常的简单 基本上都是抄 基本上都是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里面用了很多 WebP PNG的一些库 但是我在刚才的那些PPT里面 并没有对这些库进行一些版本的一些限制 所以在你正式发布的时候 可能因为它不知道你这个库是什么个版本 所以得依赖于一些CICD环境里面的一些库的安装 所以我能不能把这些Libber库的版本也给托管起来 当然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在PPT里面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WebP的库 它本身是可以用CMAKE来进行编译的 所以在我的build.rc里面 我就用了一个CMAKE的一个库 来指导RET来进行WebP库的编译 然后把编译后的产物再去交给Band的工具 进行自动化的RET的代码的生成 这样我们的一个最简单的缩裂图库就很快的超完了 然后信念也是非常的好 大概是狗浪的一个三倍 我们狗浪的QPI当时大概是3000多 然后RET的版本我当时只是测了它的 就请求的一个平均的一个耗时 耗时就是它的三倍 所以QPI差不多就更高 但是狗浪本来就很高 所以我就不测了 然后在写缩裂图服务的时候 我们是用了这个ACTIXWeb这个库 然后我们之前的Greyhouse是用了这个Located这个库 然后还是想跟大家 因为同时我连续两个项目都使用了不同的库 其实也有一种试水的意思 所以在两次试水以后 我可能还是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 这两个库其实都挺好的 但是我觉得Located这个库是比较的简单 它同时还带一些红路由 你可以在一个HTTP的一个handle里面 可以在上面加一下 用一个红来加一下你的路由 在ACTIX里面它就不可以 但是ACTIX里面它是支持Future 但是支持Future以后它性能就会非常的好 但是问题就是它会让你的使用会比较困难 但是Located里面它虽然不支持Future 但是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有点同步模型的一个框架 但是这样子使用起来就非常的简单 但性能上就很一般 所以我们后面是计划把Greyhouse再用Architects web 这个框架再重新再写一遍 这样就是我们B站的 我撕的两个服务的一个 两个小故事和我的一些小经验 然后呢 上面其实说了很多reader很好的一些地方 就比较性能非常的好 但是reader还有一个很困扰我的地方 就是它编译速度跟狗浪比实在太慢了 太慢了 我自己的那个 我基本上编译一次reader的一个代码 基本上我把编译命令敲下以后 我都要出去先转上一圈 然后回来还不一定可以好 所以有没有办法可以让那个reader的编译能再快一点呢 首先一个是我们公司的一个Pro Pro呢其实并不是 也不是我们公司原创的 它其实也是从K8S的设计去超过来的 超过来的 然后Pro呢一个主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它可以把你的一个大仓库里面的一个编译任务 通过你的配置给拆分出来 这个东西比较适合于大仓库 因为大仓库里面包含了你的基础库和你的业务的这个 业务代码 就是当你在修改了基础库以后呢 你可能真的需要把基础库跟你的业务代码通通的进行编译 但是如果你只改了你的业务代码 可能你只需要对你的业务代码进行编译 然后同时呢我其实还能对我的这个 按我的业务划分这个颗粒度 就比如说我基础库改动以后 我能不能按照我业务的这个颗粒度 分散到不同的机器上对这个分支进行编译 在这种需求下就需要用到Pro的这个分布式编译的一个功能 它虽然叫分布式编译 但是这是个尾分布式编译 就是你需要机器人配置好 这个配置是我们现在在我们大仓库里面 通过一个工具自动配置的 然后通过这个工具可以把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全量的编译 拆成一个小的编译 但是里面有个问题就是我的仓库并不是个大仓库 我可能里面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业务 所以用Pro其实并不太合适 然后还介绍一个工具就是Baddle Baddle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 这个是谷歌的一个内部的一个编译的 类似于Cago的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多语言的一个编译工具 可以支持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语言 只要它内部其实是一个脚本编译的 它本质其实是个脚本工具 它里面内置的一个脚本插件的一个系统 你只要写一个相应的一个录译 就可以支持各种语言 这个很幸运 Baddle的官方它就提供了这个 Ret的一个编译脚本 同时呢 这个谷歌官方也提供了它一些相应的一些 自动化的配置生成的一些工具 所以Golong在使用的时候呢 优势也很明显 它支持一些remote cache 同时Baddle也支持分布式的编译 所以你可以用Baddle去做Ret的一个分布式编译 但这个功能可能是实验性质的 然后同时它是可以跨语言的 也就是说你Ret可能 你跟Golong做CGo 就是通过Golong CGo去调Ret 也可以通过Baddle去进行做编译的工作 但是缺点也很明显 就是你得从零开始学Ret的编译 就必须要绕过CGo 来进行编译的配置 然后你还是要对你每个目录层级 下面的这个原材码文件 都要写一个Build的一个 就是Baddle的一个配置文件 来描述你的编译的过程 这样子就把原来一个 我们Ret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 是CGo这么方便的一个功能 直接给抹杀掉了 就为了提升一些性能 我就要写很多的东西 所以Baddle这个东西 其实也是一个 针对于大仓库使用的一个工具 所以我真的只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代码 用不上Baddle这么高级的工具 所以有没有更加 知识更加简单的一些工具 其实是有的 这个就是Firefox 他们官方开发的一个 叫ACCash的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它是 它在远端的存储上面是支持 比如说本地的缓传 Lilis,Memocache,S3 然后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 你只要在卡钩里面 安装一下,配置一下 就可以直接地使用 但缺点也很明显 你可以看到上面这些缺点 简单说起来就是 它不支持你 比如说你FRI 里面设计到了C的部分 然后C部分的代码的cache 就会存在一些问题 如果你编译里面有一些 开了一些编译的一些flag 它有可能也会不支持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 如果你的代码仓库真的很大 你比TACCV还大 那么我觉得你还是用一下Baddle 可能更加好 虽然有一些学习的一些曲线 但是呢 带来的收益和效果呢 也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如果你的代码比较小 你可以使用这个 SCCache 但是如果你又很不幸 像TACCV一样 你里面可能会有一些 跟一些C的绑定的话 你还是买个它比较好的电脑吧 好吧 这样子下面我请雪松老师 给大家讲一下它的A-study 这个话题 好 刚才这位也调查过 是吧 有不少人都是我们B站的会员 但是有多少人是买过大会员 举个手呗 付款率不高 好 OK 然后今天呢 我来介绍一下我的CacheProxy 时间问题我们快点说 好吧 然后这个CacheProxy呢 在去年的 在秘园的杭州那位会议上 我也做过分享 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 当然是有一个纲领性的标题 叫什么 技术的深度决定广度 当然我出处已经不可考了 我已经不知道这个地方是从哪来的了 所以但是给大家一个 然后我们正式开始 然后Aster是什么呢 Aster是一个简单的缓存代理 然后它基本上就是集成了我们Chorus 就是我们在Element的时候维护的Chorus 然后可能有的人用过 还有TimeProxy 把这两个功能集成到一起 后面支持Cache的Standalone 或者Cache的RedisCluster这种模式 都支持 然后呢 当然我们中间也做过一个这样一个对比 QPS当然和Litency 这样一个更好 所谓的更好 是我们和Go版本的那个比的 我们因为我刚来B站的时候 是被Go吹吹 去写了一个Go版本的代理 然后但是那个QPS和Litency 就是这个性能上不是很好 然后我们那个因为有比较扣门 所以说不给我们批机器 那没办法 就只能是自己去想办法优化 所以就在业余的时间写了一个 A-Star这么一个项目 但是实在成功上线了 OK 然后 这是我们整个 我自己这本缓存代理的进化史 首先从Chorus 这个 专门 Chorus的话 本身它只支持RedisCluster 然后它不支持MemCache 或者是RedisStandalone 这样的一个形式 然后 当然 现在这个Overload和A-Star 都在紧张的刺激的开发中 当然我们现在基本上也开发的差不多了 功能基本上完备 然后 后面 我们说到QPS比较高 做了一个对比 对比 大家可以看一下 对比的话稍微看一下 大概是140万比80万 对比 然后Latency的话 相较于A-Star相较于Overload的话 会更稳定 因为没有GCG这种贵东西 OK 然后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在写A-Star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 是某天我看到了 有个人发了这么一张图 如果大家看不清楚 我可以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是 他在写Future-S的时候 然后 遇到了一个错误类型 遇到了一个错误类型不匹配 就是类型不匹配的一个错误 然后编辑器给它爆出了这么长的错误 当然 我相信大家在写Future的时候 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然后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 其实 解决办法嘛 也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 但是尽量地可以 按照这样的一个原则去写 把Future的 Slim的 这样的一个Item和Error类型 都统一掉 然后当然了 我们现在还有Future 这个Error 来帮大家统一这些事情 OK 但是 这里面着重图 要提一下这个SundayError SundayError 在很多Rust的 这种Channel里面都会实现 它呢 主要是因为我们把这个 我们的对象 扑示进这个对列的时候 如果它没有足够的空间 那么它因为 ownership已经移进去了 所以说你就只能把这个对象 再通过Error的形式来反馈出来 然后这样的话 如果你不处理这个SundayError 不把里面的对象接着拿出来 就有可能造成这个对象 就是说没有去得到最后的销毁处理 这样的情况 我在写Star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情况 OK 然后 下面就要说一个 我认为在 就是Rust 比相比Golong 或者相比其他语言更好的一个地方 包括比C 它就是它的JOP函数 它的JOP函数在 OK 在Now 在什么 那么 我们知道 每一个FutureS 它实际上 最终都会关联到一个前段的FailDescribitor 一个FD上面 然后 关联上去的之后 我们需要在最终这个Future 不管它什么状态 好或者不好 它最后销毁的时候 来 唤醒对应的那个FD 然后让这个实验循环 重新地跑下去 但是 如果 中间 任何出现什么问题 比如说刚才SundError 忘了处理的话 那么这个Future 其实就会被 被销毁 这个FD永远不会被恨醒 然后 这个整个也是大黑格 对于一个前段来说 然后 然后我们就想到一个什么办法呢 用JOP函数 用JOP函数维持一个命令的Future的引用技术 然后引用技术到了 归零了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就相当于这个Future 已经完全结束了 那么我就可以通过归零的时候来对象进行唤醒 但是每次唤醒 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命令的话 它可能有很多子命令 每次唤醒的话 每一个子命令完成了之后 它这个每次唤醒的话 这样代价太高 所以我们又维持了一个技术 然后这个技术归零 就是那个Count 技术归零的时候 才去唤醒一次 这样的话效率会很高 然后 后面呢 就是讲到我们 当然SAR做出来 本身做出来之后 这个性能就已经很高了 然后我对它进行了200优化 性能 越优化越低 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 对它做了一个Profiling 当然 现在大家 就是我们 一般我产用的手段 都是什么Prof或者火焰图 然后我在对Rust进行火焰图打的时候 然后 然后就是顺手跑了一个命令 这个就是Prof的命令 然后用火焰图工具来把它处理一下 生成出来 但是最后的结果呢 不是很理想 有很多Unknown函数 还有函数名显示不全的 还有现成名显示不全的 这些情况 不是很理想 然后我就在上面去加各种各样的参数 包括和唐刘长老PY来的这个False Frame or Point 这个函数 参数都加上了 比如说Call Graph这个地方也加上了 然后最后的效果也不是很理想 就很差 很差 OK 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发现了一个很酷 一个酷 一个Binary 名叫Cargo Flame Graph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 然后它呢 我用它去尝试跑了一下 但是很不幸 失败了 那个Cargo Flame Graph的话 并没有办法去直接生成我的那个 就是我们这种Long Time Run的这种程序的这种火焰图 它的话 但是我把它Ctrl-C掉了之后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就是 它的那个Cargo Flame Graph 那个Stacks那个文件 如果大家熟悉火焰图生成的话 对这个Stacks的一个扩展品很熟悉的 那么它 然后我们就直接用火焰图生成工具把它 再重新展开 这个时候的这次的效果非常好 基本上就把所有的函数都打全了 OK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针对这个火焰图去找一下我们系统的瓶颈 然后 然后 在我们做Benchmark的这个时候呢 然后我们 我发现了一点 当你处理到超长命令的时候 比如说有几万个命令的这种 几万个命令的这种 子命令的这种一个超长命令的时候 然后你的passer因为缓冲区读不完 所以说它会来回的这种 来回的去重视去解析 然后这样的时候其实非常封耗CPU的 那么 于是我们就拜托了 在群里面广为人知的DC老师 然后让DC老师去帮我们写一个 这种不带回速的passer 当然就是带着状态机的passer 然后 当然这是joke OK 然后 写完了之后 就带着状态机 这种解法其实 对于刚才我说的那种情况 超长命令的优化情况非常明显 基本上就是已经优化到最优了 但是因为它存的状态 所以说它对正常的小命令 因为我知道缓存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小命令 它对小命令的优化其实 耗时上反而是更加增多了 所以说当时就面临这个取舍 我们要不要为了1%的这种超长命令 来去优化我们的 来去让我们平时的99%的命令 都变慢呢 我觉得没必要 所以说我们就 我们就舍去了这种写法 DC老师的Commit最终也没有合进我的库 哎呀 真可理性 OK 慢 OK 然后后面我们 刚才我们说我们做Profiling 对吧 我们做Profiling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发现一个系统的主要瓶颈是在什么呢 在我们的Syscall 我们的Stand to 我们的Receive from 这两个Syscall里面 然后这次呢我要给大家插入一个知识点 比如说就是所谓的零考别技术 我们知道我们在进行Syscall的时候 尤其在这样一个读 然后写回去的这样一个过程中 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四次拷贝 首先从网卡Numa 考到内核缓重区 然后内核缓重区 考到用户缓重区 如果用户不拷贝的话 那去做一些处理 然后再从用户缓重区 考到内核缓重区 然后内核缓重区 再把它写到网卡拔法里面 再把它发送出去 所以说这实际上是四次拷贝 然后就有人非常好吃地提出了一个零考别技术 那么零考别技术是什么呢 就是避免我们用户缓重区的那次拷贝 直接通过比如说CenterFile这样的函数 来通过DMA 直接把内核缓重区直接拷贝过去 然后这也是零考别技术 但是这个事实际上 当然还有更高级的 就是说如果你的网卡支持 ScatterGather的这样一个特性的话 那么实际上只需要两次拷贝 但是这种技术对我们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卵用 因为我们还是要把这个数据 考到用户贷缓重区来去做一些处理的 然后你不可能不处理 就直接往后发 这个是交换机干的事 不是我们服务干的事 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技术能 当然是有了 就是我们又能把数据考到用户贷 然后又能快速地处理 那么当然是DPDK 对于DPDK我今天就做个引子 因为A-Star里面也没用 然后给大家做个引子 OK 然后DPDK当然是两种 两种是有方式 一种是通过UIO 直接截取网卡的中段 然后把数据考到用户贷 然后你再去做一些事情 这样的话实际上就bypass了Sysco 然后还有一种接法呢 就是用Pull Model Driver 这样的话是什么呢 这样的话就是说 有一颗CPU一直轮循这个网卡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让一颗CPU CPU占用率一直是百分之百 但是它的效率会很高 省去了中段这些事情 因为我知道系统中段还是有瓶颈的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想问一下刺盘GC能详细介绍一下 刺盘GC的话是 就是每天访问的时候 会有一些GOT跟Port的一些请求 我们把这些GOT和Port的请求 给放到了一个布尔过滤器里面 然后每天再把这个布尔过滤器 给保存到本地的一个文件里面 这样子我们的策略就是设置一个网址 就比如说我要看 试这个天数 比如说我要看两天的布尔过滤器 如果两天里面它都没有被访问到 那我就可以认为这个数据是没有用的 就可以被删除掉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GC 做的比较简单的一个GC的操作 好 多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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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